司马懿出生于179年 家族世代为汉臣 自幼聪明好学 拥有超群的智慧和足智多谋的头脑 18岁的时候便已经开始担任中央机关工作 其职业生涯可谓是相当的丰富 曾经是魏国的都督 襄阳太守 魏魏 军师 丞相等等 在曹操时代 曾一度拒绝曹操的招揽 表现出了其倔强的一面 但随着曹操的屡次招揽 司马懿最终投靠于曹操 成为一名文学院 司马懿的才华终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最终成为曹操属下的主要谋士之一 并且魏国之后的历史 都与他的命运息息相关 司马懿志勇双全 在整个三国时期中都是独具魅力的 然而 他的绰号种虎却让人不寒而栗 其实在三国演义中 司马懿的绰号虽然不及诸葛亮的卧龙 凤楚 但不可否认的是 种虎确实是描绘出了司马懿独特的性格 他隐忍着很少主动出击 但一旦出手 非常凶狠 他在江东用反监计让孙权处处失利 攻破荆州 计谋极为高明 最终在北伐中击败了蜀汉的大军 帮助魏国统一了天下 尽管司马懿的智谋不如诸葛亮 但其精神戾气和措施的实现 却超越了所有人 在三国时期 司马懿与诸葛亮的龙虎之争可谓是最为激烈的争斗之一 两位谋士速来聪明绝顶 处理一切问题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思考逻辑 所以在这场龙虎之争中 司马懿和诸葛亮像猫和老鼠一般 互相追逐着斗志斗勇 南山牛主的对峙 让三国的关渡之战黯然失色 西极墨北的较量体现了两位谋士的才智 势均力敌 最终在司马懿的强大智谋和智恒下 诸葛亮始终未能占据上风 龙虎之争最终以司马懿的胜利而告终 也因此成为了三国历史上的经典之战 司马懿的绰号总虎虽然有一定的贬义 但却也展现出司马懿强大的实力和特点 这也成为了他的处世之道 作为一个位高权重的谋士 司马懿每一步都能掌握住形势的变化和动向 进而做出明智而可行的决策 同时 他也非常擅长制衡内部不同的权力 使得卫国政治局势复杂多变 却从未出现过严重的意见分歧 这也是司马懿最大的优势所在 司马懿虽然是一位伟大的谋士 但毕竟他的生命不是无穷的 公元251年 司马懿去世 享年73岁 虽然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 但他所留下来的遗产 却成为了卫国 乃至整个三国时期的重要遗产 他对于卫国政治局势的掌控令人钦佩 他对于军事制胜的贡献也令人赞叹 司马懿不仅统一了三国 他的悉心管理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 稳定的国家江山 总之 司马懿的绰号种虎虽然不及卧龙 奉出那般著名 但却足以证明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出色的军事才能 三国时期的东汉末年 兵荒马乱 各个势力之间互相争斗 因此 时候求一个稳定的领导者来统一天下 司马懿的出现成为了三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间段 他建议 果敢的性格以及触类旁通的才能 都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标志 最终 他带领魏国走出了混乱 成就了一代奇才的传奇人生